另外带你来看到 故宫的国宝传出了遗失或者是缺损这样的消息 故宫是在去年4月完成了史上第三次的文物大清典 结果是隔已经将近要一年的时间 内容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 现在就有立委接获爆料 说故宫有部分的文物配件跟镶嵌预配类的东西 居然出现了损坏或者是遗缺 立委就质疑故宫打算要跳过通报的程序 自行取消文物登记 那么对此故宫院长冯明珠出来 澄清说前几任的院长都知道 故宫内文物有可能是有遗缺的状况 因此故宫才决定要来进行个大盘点 如果查出重要文物被盗取或者是遗失 会对相关人员进行撑除 故宫去年4月完成史上第三次的文物大清典 立委接获爆料 有部分的文物出现破损 有的居然凭空消失 在这一次的清典 基本上是有文物的配件 还有相堪预配是遗失的 故宫打算以 指导委员会相关的人事所组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来私自做消耗的动作 故宫牵台后 总共历经三次大清典 最近一次历时三年半完成 但至今已经快一年 相关报告却迟迟不愿公布 依照文物清典的标准作业程序 首先由典藏的故宫开启库房 40位委员一一核对签名 结果将承报行政院和指导委员会 一旦发现损坏或遗失 必须抱怨消耗登出后 故宫也必须在月记刊上 清楚向国人说明 他所缺者是一些有五件 有五件文物的 有两件是附件 三件是产片 是民国90年到民国97年5月20号以前 故宫跟我们说 他们详加比对照片还有木燕食物 基本上文物的总数量 与民国79年度文物清典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会去检调单位 还有联证署还有监察院去提告 立委扬言已经掌握缺损文物的品项和数量 要求故宫清楚交代 否则将在24小时后公布相关内容 一电视综合报导